记者周敏鸿桃园报道,国防部陆军澎湖防卫指挥部装席迎邻,姓士兵13日约出透过交友APP软体认识的12岁少女到桃园市游玩,晚间她们投诉桃园区移处商旅,并于14日发生性关系。 少女家长14日知情后,冲到商旅将林姓士兵扭送进局,桃检15日以防害性自主声请羁押林姓士兵以获准。 建方说,家住澎湖的林姓士兵,19岁,透过交友APP软体认识12岁少女后,13日趁住休假来到台湾,并与少女相约在彰化县田中火车站,双方碰面后前往桃园市游玩,晚间入住桃园区移处商旅。 林姓士兵公称,当晚两人并未发生性关系,直到14日她趁住少女熟睡之际,才与她发生性关系。 建方说,少女当晚未返家,让家人狠住籍,14日家人与少女联络上后,随即被上到桃园市两人投诉的商旅,将林姓士兵扭送进局,警方也因林姓士兵涉嫌防害性自主将她送办。 桃园的检署因林姓士兵对未满14岁少女强制性交,以依刑法第222条加重强制性交,15日向桃园地方法院声请激压林姓士兵获准,目前林姓士兵已被收押进建。 林姓士兵服务的澎湖防卫指挥部人员听闻此事,也低调回应,很遗憾。 林姓士兵通牌 本田 林姓士兵通牌